本地59所学校将换新校长 其中24人是首次升任校长 将接管11所小学和13所中学 另外35名校长则是调任 教育部发文告公布了新一轮的校长委任与调任名单 中正中学总校将迎来新的校长 现任校长陈英贤将调任德明政府中学 他的职务将由伊布拉新中学副校长姚志轩接任 教育部学生发展课程司都岛初司长蔡慧燕 则将出任丽化中学的新校长 另外玉华小学校长邓丽君将调到菩提学校担任新校长 现任校长林慧敏则将调任莱佛市女子小学 达玛西初级学院 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和诺亚初级学院 也将更换校长 教育部表示委任和调动校长将有助校方 以全新的视角来管理学校 同时也能让有经验的校长到不同的学校 分享最佳的办校经验 59名校长将在今年12月3号举行的仪式上正式受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